如今,娱乐圈不仅是世界的面孔,甚至粉丝也比以前的强多了,他们也可能对寒流有意义,球迷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名字,和他们自己的小团体, 越来越多的粉丝力量,也使得一些年轻的粉丝在互联网上获得大量的空气,甚至让一个国家级的演员关闭屏幕,唐国强,中国大陆电影演员兼导演,现为中国国家戏院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毛泽东特殊演员,在一个真人秀节目现场的明星观察家唐国强,唐国强采访的小鲜肉明星聚集的粉丝们的回忆,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一个特定的事件中遇到了一个十三岁和四岁的女孩,没有回家三天,并举行了班俊凯手中的灯,让她感到悲伤和愤怒,我说谁是王俊凯,你还在上学,因为这个简单的词,唐国强的社会软件审查区,是有影迷化的,很多粉丝来到评论区攻击唐国强,称他为空中表演者,单词的强度在这里没有更多的描述, 总体结果是唐国强结束了评论,这并不是唯一发生的事情,这有很多例子,现在,粉丝们只看到红肉的价值,除了脸部的价值,而在大多数观众的记忆中,当唐国强在记忆中扮演诸葛亮时, 德毛善以一种平静的声音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厚脸无耻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了不起的人的形象,演技可以是纯青的,所以一些朋友说这是对的,虽然在现在的娱乐圈里,鲜嫩的鲜肉和小花的大众中很受欢迎,但在我们记忆中的最后一个长久的停留,是唯一强有力的演员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